嗨,大家好,我是致电小春哥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电动剃蟀刀 每个美好的清晨都是从捷径俊朗的面容开始 中国是一个全球电动剃蟀刀品牌,兵家必争之地 无论是菲利浦、博朗还是松下都热爱中国市场 因为这是一个唯一全球干蟀占70%以上的市场 电动剃蟀刀的价格区间非常的广 从几十块钱到几千块钱 不同的电动剃蟀刀差距到底在哪里呢 电动剃蟀刀分为两个流派 分别是旋转式和往复式 旋转式主要是菲利浦的剃蟀刀 往复式则用博朗松下等 这两个技术流派都用各自的拥振 旋转式剃蟀刀温和噪声小 效率偏低但手感更加的舒适 往复式呢,马力大,效率高,噪声也很大 这更适合农密定制的胡须 菲利浦最近几年连续推出了星球大战X1战机版和BB8版联名定制的提蟀刀 这次又和故宫文化联合推出净水流声 锦绣山岳和九霄陵域三个版本 价格从599、990到1999 我们手里的这款就是锦绣山岳版 由菲利浦的S5000系列提取到定制而来 既然是故宫的文化定制少不了很多皇家的元素 包装盒上就是海水加压纹 山岳和海水组合起来寓意着平顺和稳固 标封处大气天成的logo则蕴含着中国文化中成大气的期许 包装设计的非常的精美 开启的方式是海鸥式 打开包装 里面有一个金龙烫印的产品收纳包 这里面就是提蟀刀 一个带用木工文化气息的充电宝 还有一封圣旨 奉天成运皇帝赵约 让我们用这个剃须刀向非凡的男士致敬 你的自信大气天成 还是非常的好玩的 让我们来看产品 产品的包装上写着大气天成 菲利浦5000系列多功能电动理容剃须刀 包装的正面采用故宫城门的样式 同样是对称式的开拓方式 打开之后 在右侧直面我们的就是与故宫文化 相结合的大气天成系列定制版电动剃须刀 左侧装有产品的说明书 充电器 刀头 截面刷 以及一个刀头保护壳 产品的刷头上和机身上 同样硬刻着海水浆压纹 宫廷黄和故宫的朱砂红的结合 这个包装盒是不是舍不得认 S5000系列是菲利浦最好卖的产品系列 刚刚说过 旋转式的刀头更加适合敏感的肌肤 和软性稀疏的护须 多刀头能够更加贴合皮肤 剃须的体验更加的舒适 而往复式剃须刀适合对于稠密 较硬的护须 由于采取刀片交错式的剃须方式 震动比较大容易加削 好处是一次性踢须的面积更大 能够比旋转式踢得更干净 在舒适度上 旋转式踢须刀绝对是 在往复式踢须刀之上 菲利浦S5088踢须刀 能够以五个方向独立的浮动 使得刀头更加紧密的贴合肌肤 对于皮肤相对敏感的用户比较有趣 我们来看几个小实验 从上面的小测试可以看出 提须前后效果非常明显 即使是向下巴这种棱角分威的地方 也踢得很干净 S5088是干湿两用的设计 皮肤敏感的用户 还可以选择用褶梨或者踢须泡沫配合使用 用完以后水一冲就干净了 随机配备的是液氢电池 充电一个小时 可以持续提供50分钟 相当于30次的踢须体验 握柄处有一块小小的液晶屏 还可以显示踢须刀是否需要清理 更换刀头以及电量显示的信息 长按开关三秒钟就可以开启旅行锁 避免放在旅行箱中误触开关 导致使用时没电的尴尬 S5088采用了新一代的马达 三刀头和五项动感贴合系统 保持了菲利普一贯的高水准 高舒适的提取体验 与故宫文化的结合 更让科技和传统有很好的融合 是一款非常适合赠送亲友的电动提取刀 好了 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你关注 点赞 分享 谢谢大家